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然而当我们再次回望这段历史时会发现 从19世纪末顽固守旧的清政府拒绝并排斥铁路 到后来的中国人包容接受并使用铁路 期间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 出现在中国的第一条铁路在哪呢 中国人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修铁路的呢 1876年的一天 中国上海街头发生了这样一件怪事 一个铁皮做的庞然大雾 冒着黑烟喷着浓雾 拖着六节身子 缓缓地从市区驶向了郊外的吴松镇 期间还不停地发出巨大的轰鸣声 沿途市民乡民都被这个庞然大雾金的张口结舍 有人这样描述当时的场面 或有老妇扶杖而张口严望者 或有少年喝醋而吃力者 或有弱女子观之而喜笑者 至于小孩或拒窃而依于长老前者 仅见树处则获千牛金看四座逃避之壮者 然究未有一人不面带喜色也 这是铁路与火车在中国的第一次正式亮相 后来人们才得知 这个铁皮做的庞然大雾叫做火车 而供火车行驶的铁路就是出现在中国的第一条铁路 吴松铁路 全长14.5公里 主要用于客运 铁路与火车的出现 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十分新鲜 人们赶着马车纷纷从各地赶来看热闹 然而这条出现在中国的第一条营运铁路 只存在了不到一年便夭折了 原来 胡松铁路是上海的几家外国洋行 在清政府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修建的 但火车终归要行驶在铁路上 火车的轰铭声很快便沿着古老的中国大地 传到了千里之外的北京紫禁城 清政府盛怒之下下令拆除了吴松铁路 就这样 吴松铁路最终没能逃脱昙花一现的命运 但它毕竟是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的第一条营运性铁路 作为当时最先进的运输方式 吴松铁路的出现 还是给很多的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吴松铁路被拆除后的短短五年内 中国便出现了在清政府的许可下修建的第一条铁路 短短几年的时间 清政府的态度是如何发生转变的 这一条铁路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19世纪中叶的中国 面对着外国势力的入侵和西方国家的科技发展 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 兴起了一场施宜长济以自强的洋务运动 不久后 中国的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北洋水师建立 由直立总督李鸿章担任北洋大臣 当时北洋水师的铁甲船都是蒸汽船 以煤炭为燃料 为了解决燃料问题 李鸿章于1878年 组织筹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采用近代采煤技术的煤矿 开瓶矿物局 位于今天的唐山市 开瓶煤矿建立后 煤炭产量逐年递增 建立一条快捷便利的运煤通道 成为迫在煤结的事情 1879年 效率低下的煤炭运输 实在供不上北洋水师的用煤速度 于是李鸿章奏请朝廷 修建一条唐山至美唐的铁路 供运煤使用 然而 这一设想立即遭到了 清朝廷环顾派的强烈反对 对于这一结果 也许李鸿章早就料到了 因为在此之前 他已经多次上奏朝廷 建议在中国修建铁路 在之前上奏的一本 《仇意海防折奏折》中 李鸿章更是详细阐述了 修建铁路的必要性 当时把持朝政的慈禧太后 在看完李鸿章的仇意海防折后 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无奈之下 开平矿物局只好开局运河运煤 然而 当煤河开造到虚个庄时 因地势原因 工程实在无法继续 前线的北洋水师 频频来电告急 李鸿章几次上奏朝廷 却都如石沉大海 心急如火的李鸿章 思来想去 打起了公亲王一心的主意 公亲王一心是咸丰皇帝的弟弟 也就是慈禧太后的小叔子 是慈禧太后最为倚重的人 如果他能出面 劝说慈禧太后 应该会有效果 于是 李鸿章开始频频找机会 接触公亲王一心 并多次写信给公亲王 说明心斑铁路的种种好处 一心终于动心了 他联合几位朝廷重臣 劝说把持朝政的慈禧太后 使其最终勉强同意了 兴修铁路 但是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廷 提出了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 将铁路缩短 只允许修唐山至须各庄一段 第二个条件 修好的铁路禁止使用机车 只能用驴或者罗马托运 1881年6月9日 唐山至须各庄一线的 唐区铁路开始铺轨 这条铁路是在清政府洋务派 主持下由开平矿物局负责集资修建的 仅用了三个月便进工了 1881年11月8日 唐区铁路正式通车 这条长约十公里的运煤铁路 是第一条中国人自己修建的铁路 被后人称为是中国的铁路支援 在中国铁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那么唐区铁路通车后 真的会用罗马来拖拽火车吗 1881年底 唐区铁路投入使用 按照清政府的规定 唐区铁路上的火车 不准许用火车投 只能用罗马拖拽煤车 然而 随着开平煤矿的全面投产 牵引力小 速度慢的马拉煤车 显然不能满足煤炭运输的需求 积压煤炭越来越多 据说 当时为了应急 工人们利用矿场起重机锅炉 和竖井架的槽铁等旧材料 试制成功了一台小型蒸汽机车 自制小机车只有三对动轮 没有导轮 机车全长约六米 就这样 自制小机车正式行驶在了唐区铁路上 机车的使用 大大提高了煤炭运输的效率 然而 工人们还没来得及为此庆祝一番 一盆冷水便泼在了他们头上 自制小机车行驶在唐区铁路上的消息 很快传到了京城里 环部守旧的清朝廷 以机车指使震动东陵 且喷出黑烟 有伤荷架为由 查办了所有参与修建蒸汽机车的工作人员 并勒令禁止再使用机车头 运煤车再次回到罗马拉拽的状态 时间很快到了1884年 中法战争爆发 在这场战争中 由于没有便利的运输方式 中国军队的军用物资运输不够及时 几次导致了中国军队差点战败 于是借着这个机会 李鸿章再次上奏 请求朝廷支持兴修铁路 允许使用蒸汽机车 面对中法战争中遇到的危机 清朝廷终于体会到了铁路 对加强国防的重要性 也终于意识到铁路这种运输方式 已是大势所趋 最终在李鸿章的多次奏景下 清朝廷做出了让步 除了解除对唐须铁路使用火车头的禁令 还同意购买当时先进的蒸汽机车 自此 这条长度不到十公里的唐须铁路 终于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铁路 如今在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内 我们还能找寻到几节当时的铁轨 这根铁轨是我们现在铁道科学研究院 发现的也是保存的最早的一根钢轨 它距今已经120周年了 1896年到现在 这根钢轨是1896年的钢轨 这根钢轨也是修建唐须铁路 这个过程当中的一根钢轨 因为从1881年开始 修建唐须铁路用了很长的时间 用了应该是30年左右的时间 才和这个关带的铁路 跟这个沈阳才接通 所以说这根钢轨是非常有意义的 唐须铁路艰难曲折的起步过程 彻底改变了人们对铁路的看法 也就此拉开了中国自主修建铁路的序幕 1886年开平铁路公司成立 后来改名为中国铁路公司 这是中国第一个专业铁路公司 1887年 唐须铁路向南展修到了卢台 并继续向南经唐顾到达天津 1888年 全长130公里的金唐铁路全线贯通 此后金唐铁路又继续延伸 向西直到北京 向东直到凤田 也就是今天的沈阳 总长达到841公里 成为连接关内外的交通大动脉 关内外铁路呢 它也是我国第一条国有干线铁路 这条铁路在修建了 为后来修建金章铁路呢 变定了一个基础 修建金章铁路的时候呢 有一大部分钱是来自于 关内外铁路的盈余 这一切都是以十公里的唐须铁路 被开端的 随着唐须铁路的逐断延伸 人们对铁路的功能了解得越来越多 中国的铁路事业 也一步一步的向前发展起来 1909年10月2日 南口镇正在举行一场重要的通车典礼 典礼的主角是一条刚刚修建好的铁路 金章铁路 一条铁路的通车典礼 为什么会吸引来这么多人 一列再正常不过的火车 为什么会成为人们眼中的黑色巨龙 国保当然 带您见证金章铁路 诞生季